结合杂耍特技与小丑等项目的福尔摩沙马戏表演让人目不软睛 为了让艺术进入更多社区 金融市文化局主办的2022艺术禁区活动将从9月2号起一连三天 分别在地内15号公园风雨篮球场 七堵铁道纪念公园 及正宾服务中心户外广场带来改编制希腊神话故事的亲子马戏作品 潘朵拉的盒子 让民众不用到文化中心就能体验艺术饗宴 金融的文化中心 大家到文化中心看表演当然很重要 但毕竟场地有限 所以如果民众刚好也很忙 工作也很忙 爸爸妈妈 阿公妈妈没有时间带小朋友来参与艺文的一个活动的话 那我们何不把我们的表演 把我们的艺术的养分 回过头来直接进到社区里面 当阿公妈妈 爸爸妈妈从社区 他家里楼上坐个电梯到楼下 就可以就近了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 那这个艺术的养分从我们的小朋友 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滋润起 那这几年来不同的团队 这个给我们社区不同的一个养分 那今年我们特别请到 这一个我们富人摩沙的马戏团 来进行这个表演 因为他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小朋友反应非常非常好 基隆士文化局长陈敬平表示 这项艺术下乡活动 从2016年起 6年来吸引了无数民众在社区观看表演 化局方面将持续推广艺术禁区 也邀请民众到现场感受 结合各类表演形态的当代马戏魅力 记者张旗藤 基隆报导